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我想和嬷嬷分手 只有分手才是解决这件事情 最好的办法 嬷嬷是你的宝贝女儿 你看着她在网上被骂 在生活当中被记者纠缠 被网民报复 这一切都是阴辱而起 如果不是因为她 跟我在一起的话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虽然你跟姜老师 从头到尾都没有责备过一句话 但我比谁都清楚 你们一定很难过我 而我呢 我所谓嬷嬷的男朋友 我又能做什么 我给不了她幸福 我根本不配你知道吗 什么叫配 什么叫不配啊 你以为莫莫好多理解 你为了把她牵扯进去 内心自责 我也能理解 但是你考虑过 莫莫能面对你们分手的事实吗 你们俩交往这么久了 遇见了许多的事情 感情上也经受住了考验 都扛过来了 莫莫支持你 为什么 因为你值得她支持 你怎么到现在就退缩了呢 因为她已经替我承受得太多了 我现在可以不分手 可如果我走了 我根本不知道 我走了之后 我什么时候回来 难道我一直让莫莫等我吗 就算她等到我回来了 又能怎么样 我不想让她一直等一个 根本不知去向的人 迷茫的人 没有方向的我 莫莫对你是信任的 自从你们开始交往 她从来没有说过 一句不信任的话 也从来没有表露出 任何不信任的情绪 从来没有过 唯一有的 是对你的支持 她怕你撑不下去 撑不到最后 你还不懂吗 丁老师 她越是这样为我付出 我心里就越对不起她 我也很难受 莫莫那么好的一个女孩 跟着我 受苦 受伤害 我真的不想再让她为我伤心 为我掉一滴眼泪 最后求求你了 丁老师 你不要再劝我了 我只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替我劝她 我得快点忘了我 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安心 好吗